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干掉了一些合资车 那么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干掉一些中级车 他们其实主要针对的就是合资的油车的部分 而且秦艾尔很重要的一点 它是一个混动的专属的平台 之前比亚迪的E3.0那个是纯电的平台 就等于说现在是给整个的DM又做了一个专属的平台 他公布了一个就是说我的油耗也好 我的续航也好我的热效率也好 都有一个非常让大家震惊的数字 但是具体多少没说 为什么我觉得它的这种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很亮眼的一个就是技术上的这种迭代 可能是想放在一个更大的发布会上面去展示 所以那咱们就等着吧 官方告诉咱们这个数据是多少 但是强调了一下就是比亚迪也是喜欢反向虚标的一个品牌 就是欢迎大家实际去跑 把这个满油满电干翻 看看你能够跑到多少公里 刚才那些没有确切的数据 但是现在要给你一个数据 车价在12万上下 以比亚迪一贯的调性起步价 怎么着也得再下 然后整个车长是4830 车宽是1900 车高是1495 轴距是2790 咱们现在该看整个的前脸了 之前有同学说长得有点像汉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上半部分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你会觉得跟送L是比较像的 然后它这现在龙须是可以点亮的了 就是以前可能也只是这样的 拿一些高亮的镀铬条去表示 而且整个的车头的下半部分来说 从视觉上我感觉 比任何比亚迪之前出现的一款车 都要更横向的去拉伸 显得非常的阔的这种感觉 它旁边的口 它是一个真的口 就不是一个死堂 这边是整个风能够从这过去的 咱们今天拿的是一个中低配的车 我觉得很好 就是对于走量的车型来说 它一定走的不是大顶配的量 这个轮毂是一个17英寸的 用的是玲珑的胎 然后双色的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那边还有18英寸的 那一款我觉得 应该是整个前L的一个顶配 然后那个用的是朝阳的胎 它是用的这种 就是双浮条的这种轮毂 然后车门把手 还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 传统的车门把手 它其实也是用的是全景天窗 就是不是天幕的 然后也是有这样联的一个设计 整个这台车的亮点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做了一个溜背 但是你整个看它侧面的线条 你会觉得它挺修长挺舒展的 就并没有因为这个背溜的 就感觉有一些这儿不太协调的感觉 并没有 而且其实它溜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说在你头的这一块 真好是能够让出来 一会我们可以坐里边再去看一下 反正就是侧面的这一块 整体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觉得是好看的 而且它在下半部分 做了一种这种雕刻的感觉 比亚迪都是喜欢用龙岩的一些设计 整个的这块就有这种侧面 感觉甩起来的那个意思 然后咱们往后走 整个车尾就是不停的 在往两边在扩 在舒展 包括整个尾灯的设计 包括整个后杠的这一块 的设计都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呢 做了一点这种扩散器的一个样式 其实就为了让中级车显得年轻一点 然后包括它整个尾灯的样式呢 有一个这种中国节的样式 还有就是现在比亚迪 他在车尾这儿已经不写 就是Builder Dreams的这个了 他直接就写的三个英文字母 然后他后期是可以点亮的 这也是他后边新的一个设计语言 而且高位刹车灯没放在上面 其实你细看车尾还是有一些设计上的小亮点呢 就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同时它又很简洁 后备箱啊 里边有一个有惊喜的地方 一般呢后备箱的上半部分这儿都不给你包了 就是钢板一块大铁板一块的感觉 其实你看比亚迪就是在这个走量的车型上面 整个还给你包了 然后后备箱的空间是没什么问题的 给大家放了一个参照物就比照一下 然后灯也是在上面这儿 下面是没有备胎的 就有一些这种补胎的工具 这两年大家都在玩心中式的元素 但实际上比亚迪玩心中式的元素是非常早的 是早于这波大流行前很多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次内饰里边也提到了很多的中式元素 比如说内饰的设计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水画 设计师提到了一幅画南宋下归的西山清源图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就是浅色的内饰是很好的能够呈现出来的 山水的这种意境的感觉 然后前面的这个仪表呢 它讲到了是来自于清育暗 有一些同学呢可能是想读清育暗 它其实也是一个词牌名 但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古代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它就来自于那种暗桌暗挤的一个设计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的车门 包括整个的中控连起来 它想要表达的是 我很有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画卷 这种卷轴徐徐拉开的一个感受 其实它也是符合内饰上面大家讲的 就是整个要向侧面舒展拉伸的一个概念 还有就是比亚迪喜欢在出风口上做文章 这一次的这个出风口 它提到的是苏式扇窗 就是有古代的那种窗子往外望的这种感觉 但是呢它的这个所有的中式元素的设计 其实都是很抽象化的 不是很具象化的 就是放在一起来说 可能意境上到了 但是你觉得它不突兀 咱们这是一个低配的版本 就是在高配的版本上它有一个银丝编织的记忆 就是在这里的门板上 那个也是来自于我们传统的一个记忆 就像一些首饰啊或者一些工艺品上面的那种镂空 都是用这个记忆去完成的 然后咱们看一下 首先低配版本不一样的就是这里 它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中控屏 跟高配上不一样 高配上这块屏是15.6的 但是仪表的这一块高低配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也是一块这种8.8英寸的一块屏幕 然后值得说的是这里也不太一样 高配版本呢 这里用的是类似像鸡皮绒的这种设计 咱们现在用到的就是这种塑料防滑的一个设计 就是等于是它这两边不是一个无线充电板 它只是放置手机的这个位置 然后像这里的这些设计 就是包括它现在的这个比亚迪之星啊 包括挡杆区后边是杯架 后边是这个小的一个装扶手的这个设计 都是比亚迪王朝新的这种设计 还有一个跟高配版本不一样的就是椅子 它会侧翼这边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这种缝线 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光的就是没有什么缝线 但我觉得也很好 就有一些同学可能不喜欢会觉得比较花哨 然后这次值得要重点讲的就是这个放滑盘 这是新一代的王朝的放滑盘 就是它没有用那种双幅的 然后也没有用那种上下放滑盘不同色的一些设计 它这里虽然是低配 但是都给了你多功能的放滑盘按键 而且按键呢它是做了一个分层的这种高低错落的一个感觉 门板这也是一个新的设计 就是扶手着往上叠加了一层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来放手机了 下面还是照样 就给你挖出来了一个这种能够放东西啊 储存的一些地方 要带着说一下啊 除了这个浅米色的内饰 这次也有深色的内饰 有灰色的内饰 然后整个后排地板都是纯平的 给大家在侧面看一眼啊 座椅的坐垫的厚度非常的厚 而且就是你往下按下去的时候 你能感觉它特别的软 而我觉得就是在一个低配的车型上 就是整个这个内饰就这么望出去的这个感觉 是非常可以的 就是该有的一些东西都有 然后简简单单的 你不会觉得说这台车像是一个 就是12万左右的这么一个车啊 因为咱们的这个配置 我觉得应该就是最低的那个版本 因为咱们的这台它是只有一个慢冲口的 给大家看一眼啊 就是Asofix的这些口 就是也都给你了这样的一个这种盖啊 防尘啊什么的一些小的细节 这方面做的都不错 而且你看这种对腿的承托 就是它也是这种就突出来了一截 就完全没什么问题 然后全车都是A口也有 C口也有 就是方便大家就是带不同的线 包括前面也都是这样 然后咱不是说了吗 外边6倍了 所以你看啊 车内的这个头部空间是不是也可以 其实我现在没有摊着做 我就正常这么做 而且整个囤点的位置也是低的 椅垫的这个斜度肉眼可见 续航目前听说有80的有120的 但其实也有就是快慢充都有的版本 而且它的车也是有外放电的 外放电的功率不小是6000万 就比很多的纯电车的外放电的功率 甚至还要大 比亚迪去年喊的口号是油电同价 现在今年已经变成了电比油低 而且别人都在赶潮就是DMI的这个技术 现在等于它又完成了自己的一次升级 就在技术方面一直都是跑在前面的 而且就是目前这个车是要走量的 就是你光看完啊 咱们的这个不是高配车型的 这个配置现在拉的 你也觉得说相比油车来说 优势非常的大 不是前面已经跟你说了吗 是用来填12万到15万的空的 低配可能甚至比12万还要低的一个价格 5月份左右的时候上是不是还行 2万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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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合照 2万个人 2万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